直核 什麼叫直核呢 我來很快做一個定義 其實他的直覺是很直覺 直覺完全在變成數學公式 這個都是我們在研究 很多數學系統裡面所要看到的 一樣一開始我來看兩個子空間 U跟W 它是直空間 V的直空間 那好啦 因為它既然那麼重要 我就慢慢來 Direct Sum 就說 Unique 這個字很非常重要 在空間結構裡頭 我們最後還是要來再看一個小題目 我現在點一個四維的向量 X1加X2加 我四不要了 Find the Basis of S Try to Extend the Basis of S R4 我找一個直空間三圍的直空間 有沒有 X1 X2 X3 X4 所以 線性代表數大概有三大部分的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說那些觀念 你要熟悉 第二個這些觀念所研拓出來的那些幾何空間 跟那個計算的部分 你要熟悉 那第三個就是那些提鋪 提鋪的那個很重要性 提鋪越多的話你的能力就越強 像因為我這樣解題目已經解了大概上千題 或者幾千題以上的經驗 所以對我來講很多題目拿到 我馬上就可以解出來 那都是這個長期教學的一個累積經驗這樣